所有归根結底都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沒有準備好了 事先也沒有去勘察相關的地形 那麼剛剛這個主持人在講的 那個相關的那個好漢坡的 那200公尺的坡道 你怎麼會把相關施打的這個地方 設在那個地方 60幾歲的孩子 搶扶的八九十歲的媽媽爸爸 然後走上去的時候自己都會喘 連他的孩子都會喘 那他的爸爸媽媽呢 你怎麼沒有思考到這個事情呢 他說後來說有一個接駁車幹什麼 我告訴你如果全部都做了OK的話 就不會發生剛剛說的那些事 所以表示你們在做很多場所的設定的時候 事實上旁邊有很多地方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不是都停課嗎 現在停課包括景專 包括很多地方包括學校 你都是可以做疏散分散的 為什麼非得那個地方不可 你事先去看查地形的沒有 你去看過的沒有 你有沒有想方設法去站在這個 施打者的立場幫他想說 他是85歲以上的老人家 對啊 八九十歲 你不知道85歲以上的老人家 已經是人類了 然後呢行動不變推輪椅 還要這個主拐杖 你這裡都沒去想到嘛 就是因為你都沒去想到嘛 才會今天造成這麼樣的混亂嘛 黃晴文的媽媽95歲的媽媽 那時候都說 內湖康林國小三樓 你怎麼會設在三樓 感覺你單單你把他 可以施打的地方設在三樓 我跟你講講真的 你們這些人真是該死啊 為什麼 後來聽到人家看不到 趕快把他設在一樓 那你為什麼一開始不設在一樓呢 這很奇怪嘛 很多地方很多場所 你應該站在 你如何去解決這個事情嘛 而且事實上呢 不要再跟我講什麼醫化啦 什麼光榮城市啦 數位城市 都不要跟我講 那些都沒好 柯文哲花了三千萬 搞了iPad 搞了什麼網路無的 我跟你說 你在65歲以上那些 或者是說年輕人是打幹嘛 你去做這些 搞這些我沒有意見 你要去做你的秀 我都沒有意見 能夠把事情做好最重要 你有沒有把事情做好 沒有嘛 他前天晚上喔 信誓旦旦說 他一定會把那個施打呢 弄得有條不問 結果昨天亂成什麼樣子 一塌糊塗嘛 全台灣最亂就你台北市嘛 我講真的嘛 連隔壁新北市都比你好